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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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現在是11月 所以各大的公司都慢慢進入打折季 然後Sephora的八折是從昨天開始 那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昨天買的一些戰利品 然後可以作為你們 就是打折如果不知道買什麼的話 可以當作一個參考 然後所有有關打折的信息 我都會放在下面資訊欄 然後還有不同產品名稱什麼的 都會一一放在資訊欄 所以真的不要再問說 可不可以把產品資訊寫出來了 都有在下面 好的 那我想一下我要怎麼分類 首先第一個要介紹的是Tor的眼影盤 這是它新出的眼影盤叫TorLit Toasted 那我自己有它的TorLit 第二代在這裡 然後這集是非常非常喜歡這個眼影粉 它的粉質呢是非常的好 也不太會有掉粉的情況 大概除了這一個Funny Girl以外 就是每一個都是非常非常creamy 然後非常柔軟的一個質地 那這一個它是有一點點會掉粉 然後所以它就是只能比較用很緊密的刷子 或是用手指向 除了這顏色之外呢我覺得它粉質又非常好 那這是我自己個人最愛使用的一個大地色影影盤 勝過於Naked 2 因為Naked 2它的顏色是比較偏像於冷色系 然後這一個它的色調都是比較暖的 那我覺得在亞洲人的皮膚用Naked 2我覺得看起來有點髒髒的 或是我自己本身啦看起來有點髒髒的 但是用這一盤就不會 那我今天使用的是這一盤Tard Toilet 2 在我的眼皮上面 那這個眼妝呢已經有做過一次影片分享教學了 所以可以 我也會把就是影片放在底下 然後大家可以找出來看這樣子 那今天就不多做介紹 總之我非常相信Tard它的眼影盤的質地 所以這一盤我就是在那邊稍微看了一下顏色之後呢 就決定把它帶回家 然後上面很多人在做比較這一盤眼影跟Naked的Heat 然後大部分人的心得就是說 你可能就是選一盤買就可以了 不需要兩盤都帶 那我自己覺得說他們的色調很像是Naked Heat呢 跟這一盤Toilet 如果有個小孩 那就會是這一盤Toilet 我覺得Naked Heat它的顏色選擇上 有解顏色呢看起來很不一樣 可是擦到眼皮上之後就真的有點接近 而且它比較像是比較 怎麼講 比較自然的顏色選擇上面 我覺得沒有那麼符合我的膚色 就是這幾色 就是比較自然 偏自然大地色這幾個顏色 我覺得自己反而沒有那麼符合我的 我整個臉的色溫 或是我自己習慣上妝的感覺 覺得我手忙 有點手忙腳的 我一剛開始看到這個Toilet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跟Toilet in Blue蠻接近的 在室內燈光下 可是後來我稍微把它顏色摔在手上之後 我發現其實差別還蠻大的 除了幾個比較基本的顏色之外 像是這一個 我覺得有一點點 它有這下面兩個 我覺得有點像之外 其實它這一盤是比這一盤相對來說 尤其是放在一起比較的時候 其實它這一盤真的是 暖色調非常的多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一盤呢 就是又有一些比較誇張的顏色 像是這兩個顏色 但是它又有一些很basic 很基本款的大底色 那所以如果你覺得Naked Heat 有點太不適合你的上妝習慣的話 我覺得這個會是你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因為它又有一些基本款的顏色 然後它又有一些就是 今年很紅的土色系 然後很暖很暖的眼影色 所以我很推薦這一盤給大家 然後以價錢上來說 這一盤又比Naked Heat便宜一點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 那我自己本身 非常喜歡Tarte的眼影盤 然後這一次主要是想說 買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所以我才可以購買的 不然就是我覺得 如果我有Naked Heat 又有Tallet in Bloom的話 我應該是不會再考慮再買這一個 就是純粹為了YouTube 然後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可能需要購入一下新品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覺 我知道這一個Tarte它在 比較在美國還有加拿大 就是在北美地區比較紅 然後在亞洲啊 或是歐洲就比較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像Naked那麼hype 但是我真的是 我認真的覺得 Tarte的眼影盤的粉質 比Naked系列的要好 當然我覺得Naked在Naked Heat的 這一盤眼影盤上面 其實它粉質已經做了非常非常大的提升 還有一些進步 但是我個人還是就是更偏好Tarte 就是它就是擦了這樣一點點 就是真的很難 嗯 就真的很仔細的去比較 才會覺得說好像粉質有一點點差別 但這一盤眼影盤真的已經算是 Naked系列以來我覺得最好最好用的眼影盤 那雖然Torlet Toasted這個眼影盤才剛出 但是網路上面已經有非常多其他人 來做類似這樣子的一個試攝影片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找來做參考 那我自己可能就是還要再一陣子 才會來發這樣子的一個試攝影片 因為我不想要加在今天影片裡面 我覺得會整個時間拖得太長了 然後我的貓 早上被洗澡之後 就一直很哀怨的 坐在同一個地方 坐了大概兩個小時了 小隻的貓現在在我的椅子後面 在睡覺 欸 這樣子我要怎麼做 剛剛記憶卡沒有容量 所以我還去電腦上把東西都趕快拉出來 然後才能再繼續拍下一部 接下來下一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買的是Clear Sonic 它是以洗澡機出名的 然後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有 那我自己呢是因為看到YouTube上面很多人在推 它這一個底妝刷 這個怎麼開這樣子 對 這個是底妝刷的刷頭 那我因為自己本身有機器了 所以我想說可以買這個刷頭來玩玩看 因為我很少 最近很少在用那個洗臉機 打亮啊然後修容然後腮紅 只要是比較是接近高狀 或是液狀的都可以用這個來推 所以我覺得還蠻細膜的 而且聽說上妝非常的快速 就很適合爛人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買來玩玩看 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沒有洗臉機的儀器的話 我會覺得說你要再去買一個洗臉機 然後再加上這個頭嗎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必要 那這底妝刷就要等我先用一陣子 才能跟大家來做我一個比較完整的心得感想 然後這一次呢我買了三支口紅 分別是Giorgio Armani的很有名的胖胖皮的口紅 然後還有兩支NORS 這一個是就是網路上面大家就是常常在講 然後基本上你只要是美妝博主都人手一支的口紅 好像不沒不行 我選403呢是一個磚塊的紅色 那它真的這個不辜負它就是這麼有名啦 因為它真的質地是 它質地是整個是霧面的 但是不會讓我嘴唇看起來很乾 然後它顏色又是這個 秋天最火紅的磚塊紅色的一個唇彩 那我還蠻推薦大家去試試看這一支的 因為我覺得它還蠻不挑膚色 我覺得應該就是誰都可以駕馭的這個磚塊紅 那希望之後的化妝影片 我可以有機會可以搭配到這一支唇彩 這一支呢是聖誕節的特別款 我看到就是聖誕節限定 我覺得有點腦波比較弱 所以就覺得一定要把它帶回家 然後加上它的包裝 喔是金色的超美 欸等一下怎麼相機這麼亮 這樣子好一點 超美的金色 然後它的色號其實是ANITA 就是這一個 Audacious Lipstick 它是只能換的包裝而已 然後我自己有Audacious Lipstick的 Gem跟Betty 然後我覺得它的Formula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這一支呢一樣也是就是 賣到翻掉的一個豆沙色 然後我自己覺得它的顏色沒有說到 非常的襯我膚色 我覺得NARS有更多 就是更襯膚色的豆沙色 然後下一支我要介紹的NARS的唇彩呢 是這一支叫做 應該是念Pegel吧 Pegel呢是屬於一個 粉紅巧克力顏色的 一個微霧質的唇膏 然後我覺得它的質地是屬於 就是在霧面以及光澤感的中間 然後它上唇之後 不會讓我嘴唇看起來很乾 但是又不是那種很亮 像我現在這樣擦那種很亮的光澤感 然後它因為算是霧面 然後又不會讓我嘴唇很乾 所以我個人還蠻推薦的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這個顏色 Pegel 今年有新出一款 液態的霧面唇膏 那我去Safuara試用的結果 我覺得它非常的显索 然後我想要的色號 也在宣貨就SlowRide 那所以我就沒有購買 那再接下來還有一個 我沒有買到的是Nors 它有一個三角形的 也是聖誕節限定 然後裡面有一個 迷你的腮紅 然後還有一支迷你的唇膏 那我原本想要買 Deep Thrill跟Barbera的 這一個組合 但是我去Safuara的時候 已經賣完了 所以我這次就沒有購買 那我講了那麼多Nors的產品 是不是覺得 這是Nors的產品 並沒有 我知道我的購買力沒有非常的驚人 所以我的彩妝品 就已經告一段落了 然後接下來要分享的呢 是保養品的部分 然後買的是這個包容組合 是Amour Pacific的這一個牌子 那如果對這個牌子比較陌生的話呢 它就是有點像是在韓國的 Chiseido這樣子 因為大家都知道 Chiseido旗下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 我記得Amour Pacific的旗下有 這個Lanege雪花秀 Annis Free 好像還有幾個 就我太多了 我記不太起來 它是綠茶精華 這一個是一個去角質 然後中間的這一個呢 是乳液 然後我就是在Safuara上面摸一下 我覺得質地好像還不錯 所以就買了試試看 那再接下來這一個呢 它是一個保濕的噴霧 然後它的 因為它的大小很剛好 所以我覺得帶上飛機會非常的適合 而且我對組合就是 沒有什麼招架能力 我覺得組合就是買起來 就是真的非常的划算 像我之前買的 我覺得我買得很好的一個組合 是Benefit的 它這一個六色的夾彩組合 誒五色 對不起 然後所以它就是有三個很 有名的腮紅 還有這兩個Hula 這個是比較淺的Hula Light 這個是他們最Original的Hula 這個修容盤 這五色呢都是跟你在買單個的大小是一樣的 然後它把它做這個組合之後 我就買這個 就是買超便宜 就省了非常多錢這樣子 但是你真的需要三個腮紅嗎 所以是的 我就是對組合非常非常沒有什麼招架能力 所以我就帶了這個組合 而如果之後好像很好用的話 我會把心得再分享給大家 雖然說我也不太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做新的分享 然後它是適用於各種不同的膚質 那所以就是分享給大家 作為參考 然後最後一樣喔 我從Safara買的呢 是這一個 Repicot這一款香水 我在上一次四月份的Safara後 也沒有提到 我買了一個小瓶的香水 等一下 是的我在四月份買了這一瓶 也是Repicot的香水 不同味道 然後買的是小的 滾珠狀的 然後只有30毫升的印象中 是30毫升嗎還是更少 那我這個味道呢是Beach Walk 是一個他們很受歡迎的味道 然後它很適合夏天嘛 就像它名字這樣的 我其實沒有用 沒有很常在用 因為真的有點捨不得 然後它就已經下降那麼多 我就覺得 嗯四個毫升可能真的不夠 因為我們真的很愛這一款的香水 它整個系列香水 然後這一個它是蛋香精 然後它其實就只是蛋香精而已 我就覺得它的味道已經是還算 還蠻持久的 就是跟比較 就是我以前買過的一些香水來做比較 我覺得它還蠻持久的 這一個是就是香水 它是Perfume Perfume跟蛋香精 其實是價格上是會有差異的 因為Perfume來的更持久 那我想如果蛋香精都已經這麼持久的話 這個應該效果真的還不錯 然後外加上其實這一個香味 是我原本最想要的 只是因為它沒有出小版的 所以我才買了Beach Bark 所以它其實是我這整個 它整個Repica系列裡面我最想要的香水 然後它在黑色瓶子 它這個整個系列都是比較偏向於中性的一個味道 然後就有一些像是 比如說比較植物的味道啊 或是一些比較像柴火的味道 然後這一個呢 它是比較是花香味的味道 所以它是我覺得它在這個系列裡面 算是比較偏扭性一點點 我男朋友形容它是一個古樸的味道 然後Red Pickle裡面還有其中一個香味 我也很喜歡 是叫做Lazy Sunday Morning 它是一個就是 很像剛洗好的衣服 然後在太陽底下曬之後收進來的味道 就是那種洗衣精混合陽光的味道 但是又不太一樣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去聞洗衣精就好嘛 但是它不是 它就是非常讓人非常舒服非常放鬆 我覺得很適合做就是居家那種香氛的一個味道 這是我這輩子買過最貴的香水 希望也是最會品 200億真的很貴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我Sephra後的內容 但是到11月5號 你在Indigo的店裡 買東西都可以享用 呃...75折 所以就是like 25% off Indigo它在加拿大除了賣書賣雜誌 然後文具以外 它還有賣一些家具用品 那這一次我買的那都是兩個蠟燭 那我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特別來講蠟燭 所以我就把它加在這個影片裡面了 是一個血紅菊以及pomegranates 它的味道我覺得它還蠻清香 但是你...我剛剛雖然說是血紅菊 但它不是一般就是橘子味或是檸檬的味道 哇...真的很不會形容香味 我覺得我要最強還多做功課 然後找智慧來形容香味 它是一個甜甜的味道 但是又不是像Vanilla那種就是非常濃郁的香味 它是一點淡淡甜甜的味道 然後它的外包裝我覺得也非常的可愛 然後這個重量呢有312克 所以我覺得還是可以用蠻久的一個蠟燭 再接下來呢也是同的牌子的 這一個口味呢是Mocara 然後它是一個...它的味道是三種味道 是蘭花、White Lily還有Spring Moss 我覺得它味道讓我想到一個很像Jo Malone的香水味 可是我想不起來是什麼 然後它的價格也比Jo Malone平很多 這一個33塊加幣 然後它有453g 453g這樣子 這個烙燭燒完之後 我會再把它拿來做促成我刷具的容器這樣 跟我的一些眼影刷 感覺長度還蠻符合的 那因為我覺得這個味道 因為畢竟有很多花嘛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適合春夏的一個香味 那這一個呢 我覺得它更適合現在天氣 如果你想要特別應景 然後就是天氣陰陰的 然後飄一點小雨或下一點小雪 然後房間裡是整個有一種溫暖的感覺的話 我覺得這個味道還不錯 好的 那麼以上 這就是我在這一次Sephora Haul 以及Indigo打折所買的所有的東西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大家夠開心啊